在最后一章 关于收集横长捐项的事情上 保罗吩咐他们要每周收集一次 这笔捐项有助于推动 初代教会的宣教工作 加强基督身体的合一 而在哥林多前说的结尾 保罗劝勉信徒要站立地问 然后代表姐妹教会的信徒问候他们 保罗最后亲笔问安 再次表达他在基督里对他们的爱 感谢观看